我之前碰過一個病人 車禍完之後 你知道小腿的地方 撞到骨折 骨折完之後 連皮膚整個都撞爛了 去找骨科醫師 骨科醫師當然就打個鋼板 啪啪打起來 很漂亮 骨頭就打好了 可是皮膚壞死了 骨頭跟鋼板就外露了 外露之後 病人就很生氣 跟骨科醫師說 你怎麼把我一直搞成這樣 骨科醫師就 賠過了 又不是我搞的是 那個車撞到鋼板 又不是我撞你的 好吧 那不然你去找一下張醫師 就跑來找我了 這個很嚴重 骨板都外露 外面都沒有皮膚的 只是骨頭跟骨板 那一定要從遠端 我們要拿一個皮板 帶血管 顯微手術把它接上去 好 沒問題 秉持的熱心 救人的心 好 馬上安排手術 把骨科醫去了 那一台刀我覺得我開得很好 兩個小時顯微手術 全部都做完了 然後補得很好 然後復約很快 兩個禮拜 都好了 病人兩個禮拜回診了 拆完線 然後他 我覺得我好高興 你知道 又做了一個善事的 結果病人 我們其他從事看來 都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連主任都 這台開得很好 又快又好 這樣 結果病人來的時候 很不高興 他那天跟我說 你不是整形外科嗎 為什麼我的這個地方 像個補丁呢 我的鋼板外面 這個皮膚的顏色 怎麼跟旁邊顏色 不太一樣 還微微鼓起來 你這個是重建 你這個不是美容手術 這個是健保的手術 不是雙眼皮 不一樣 他就很不高興 你就是整形外科 你把我弄得很漂亮才對 對啊 我這樣講 講你一個半小時 我門診三個小時 他講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他沒問題 不然我們現在再看看 不然我幫你抽紙好不好 那個骨血腿 我再幫你抽紙 可以嗎 不要啊 你第一次要把我弄好 你為什麼現在要幫我抽紙 就這樣 每次來 講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三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都是在他身上 那你不是 哇 然後後來我想說不行 你這樣每次來講一個半小時 那我其他病人 都要等你一個半小時 好 拍你到最後一個病人 找到三個小時 最後在結束的時候 你再進來 他一樣 門診結束沒關係 我們繼續聊嘛 你怎麼把我腳弄成這樣呢 然後呢 中午繼續 我們要吃午餐的時間 他繼續講 午餐時間到了 沒關係 我再跟醫師講一下 怎麼講這樣子 講到下午診 開了 他才 他才走 就這樣持續了很久 很久很久 精神耗損 這沒辦法 最後最後最後 好不容易我換一個門診時間 他找不到我 我就解決了 很久以前吧 四五年前吧 對 我就怕現在看到又難 我現在沒有時間也不是很固定 其實平常也不太容易找到 男人又想到這件事 哎呦不對 應該很久沒去擄他了 瓜哥我曾經有一度 有一度對醫生這個 很盡量怎麼說 對我自己也有一個 不太諒解 就是我 我之前不是有氣胸的事情嗎 是不是插一個管子 是不是插一個管子 可是當診療好了的時候 這個管子要拔出來 拔出來的時候 那那個洞 請問一下 這個洞要怎麼補 沒有 看你插的管子是大的還是小的 如果是小的 大概差不多像這樣子 那綁起來 綁起來 綁起來 就差不多一根 對 綁起來對不對 我可能太愛自己的身體了 因為我很怕上有留一些疤 或什麼 他說不會 他不會 我覺得那個感覺有點像 像包那個包子一樣 把你這樣抓起來 然後就這樣 這樣縫 纏一纏 對對對 就綁了一坨在這邊這樣 這兩個系統 有一個系統是直接就縫好一針在那邊 所以你拔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在旁邊把你綁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好像擠掉 對 現在鬆開了嗎 當然鬆開 現在 不鬆我也要把它弄開 因為 因為我很怕以後就像一個包子在那邊 因為我們以前胸管在縫最後一針的時候 會有一個 預留一個伏筆 就是當初以後要拔掉的時候 會有一個線可以直接綁下去 就不用麻煩了 因為怕漏氣 應該是這樣吧 對 可是因為 現在人不但要好還要漂亮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不會這樣做 我們拔掉的時候會這樣子 就是幫你弄漂亮一點 所以那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對 對 我那是想一度想說哇塞怎麼辦 就一個巴 應該就喜歡膠血粉亮傷 對啊 比較MAN一點不是嗎 沒有 可是那個太難看了嘛 那個東西 然後後來我還特別找那個 就是也是外科醫師 用那個什麼 沒有縫 沒有重縫 這個多痛啊 那個 就是可能用一個什麼巴 可以去掉那個 對 慢慢就稍微好一些了 我們之前醫院急診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因為 就是 不不信 然後發射的情形 來我們這個急診求診 那其實他在我們 來我們醫院之前 他就已經去過很多的 那個 診所跟醫院 都診斷說是病毒的感染 都叫他帶要回家吃 所以他就是 回到家中都沒有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就是症狀都沒有改善嘛 所以又再來我們這邊急診 那我們那個時候急診的醫生 就先幫他排著做那個 腹部X光 那腹部X光一照下來就說 他其實已經是 已經變成是一個 那我們就先幫他安排幾刀嘛 就幫他開刀 那在手術的過程中 其實因為小朋友10歲而已 他其實恢復的蠻好的 就是 那個時候開刀晚已經是半夜了嘛 然後隔天一早OK 就是 生病症狀都正常 我們就給他轉回到一般病房 那其實他在回一般病房的時候 他的都可以下床活動 還可以交談這樣 狀況都很好 是直到傍晚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就突然傳了起來 就呼吸那個時候已經傳到 大概30下以上 那家屬就覺得很不對勁 就管快叫我們過去看 那我們過去看的時候 就小朋友那個時候 不僅呼吸傳 心跳快 然後開始有點異視上市的情形 我們就馬上通知他的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就說 這樣不行 要急轉ICU就加入病房 那邊過去 那過去加入病房的時候 小孩子的呼吸就越來越傳 傳到40下 那醫生就怕他會呼吸衰竭嘛 就先幫他插管了 那插管之後呢 小朋友連那種肌肉僵直的狀況 就是開始出現 那一開始 我們以為他其實就是癲癇發作 所以都一直使用那種癲癇的藥物 來幫他做治療 癲癇的藥物使用都沒有效果 然後小朋友的體溫就越來越攀高 那個時候燒到 41、42度 那主治醫師就覺得不對啊 應該不是癲癇 他就開始詢問各科室的醫師說 這個狀況這樣子 後來就問到麻醉科醫師 麻醉科醫師就說 那就是惡性高了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半夜了 那個麻醉科醫師 因為那種藥物啊 它其實是一瓶 一小瓶就要五千 而且保存期限只有兩年 所以大部分的醫院不會備 只有醫學中心 才會備這個藥物 然後我們拿回來這個藥物之後 一開始幫他打三瓶 打三瓶一個小時之後 他的體溫就降降 漸漸的從41度12度降到38 一整夜總共打了8瓶之後 他隔天 對 他的體溫才到 才恢復 後來這個小朋友是 就是隔天我們就在 再給他轉去醫學中心 他在醫學中心的教育病房 待了蠻久的 然後之後再轉去復健病房 也在那邊待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才有辦法 就是回家 回悶診追蹤這樣 那後來家屬就有在質疑說 其實這個小孩子 他之前也有開刀的經驗 也有用過麻醉藥的經驗 那怎麼這次只是開個盲腸眼 會變得這麼的嚴重 但我們就有跟家屬解釋說 其實是因為這個二性高樂 這個症候群 他其實是小朋友本身就有 帶有這種遺傳的基因在 對 再加上他其實一開始的症狀 表現得並不明顯 通常二性高樂 他在開刀的過程中就會 就是如果會發作就會發作了 可是他就到隔天 就是已經都恢復了 生命症向都正常了 到隔天他才發作 所以才會沒有辦法 就是立即的發現這個問題這樣 像我之前有一個叔叔 他就會來我們家打麻將這樣 然後打麻將的時候他就一直輸錢 然後他就說他的手說 就是這個手 那個醫生都沒有給我看好 所以我今天打麻將的時候都很不順這樣 沒有辦法自摸 然後我就說 那個醫生怎樣沒有幫你看好 他就說 那個藥你看 他就從他的包包拿出那個藥說 這個藥就是跟他上次開給我的主痛藥 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不是要出主痛 我要想要消炎 他說怎麼不開一些什麼類固醇 或消炎藥給我 為什麼開主痛藥 他說像這種醫生我真的很黑心耶 就是想要聘健保錢 就是害我吃完藥的時候 又開始痛了 再回去給他看診這樣 我說那叔叔 還是我幫你上網查一下 現在上網可以查到那些藥 到底作用是什麼 不用上網查 我等一下就去下一家看 就是找好一點的醫生 那給他看好這樣 然後他下一次來我們家說 打麻將就很順這樣 然後就一直贏錢 看對醫師 對我就說 叔叔你的手好啦 你今天就是感覺好像打得還不錯 他說這個是誤會啦 因為那個藥拿去下一家 給那個醫生看 那個醫生說 這個藥沒錯 因為這個藥 它其實算是止痛藥 可是它有消炎的效果 有時候有些止痛藥 有時候會有 退燒的效果也會有 不是只有一種效果而已 然後後來那個叔叔 就把那個藥吃完 他就覺得 我的手就好了耶 然後他就說 那個又多看了一次醫生 白花了一次醫藥會這樣 我就覺得有時候是心裡的問題 那他還能自我察覺還不錯 那又怪別人還得了對不對 之前有個80歲的病患 一個婆婆 那她是因為高血壓 在我這邊門診 拿高血壓的藥 開藥給她 隔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請她回診 回診之後 問這婆婆說 你現在血壓控制得怎麼樣 她就說 血壓很差 我控制得不好啊 我怎麼不好 你藥物沒吃嗎 她就說 我藥不敢吃 她說 你的醫院那個藥有問題 她說我根本不敢吃 我說怎麼會 會有什麼問題 她說那個藥很奇怪 我把它吞下去之後 上大號的時候我去看 她整個完整這樣排出來 根本就不會融 她整個不會融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 這個藥是不是品質有問題 是過期了 還是你們找比較便宜的藥 還是怎麼樣 她想說那不然下一次 她再拆一顆新的藥 想辦法把它搗碎 像要不然弄碎一點 總該比較好笑話 就用力去搗碎 也弄不碎 就完整的 就怎麼樣都沒辦法破壞它 她就覺得說 這個藥一定有問題 所以她就整個月她都沒有吃藥 沒有吃藥 她才回到我門診 聽她這樣講 我才知道說 她可能誤會了 怎麼誤會呢 就是說我今天有把這個藥帶來 這是其實一個 蠻常見的一個高血壓的藥 差不多粉紅色的 這個藥 它其實當然是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說像這樣的藥 我們放到水裡面去 放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它的外層它會慢慢脫落 主要是說它在這個藥的中間 它有一個小洞 它有一個雷射的小孔 這個小孔就是 當我們的藥進到這個腸道裡面的時候 它這個藥會從中間的那個小孔 釋放出來 它是一個反噬劑子 然後外殼就會脫掉 外殼它會慢慢的溶解 但是它原則上還在 它的外殼還會在 像這樣 它溶完就像這樣 像黃色的藥 好酷喔 所以這個真的蠻酷 其實這個藥已經有發生藥效了 有藥效 它就是一個外殼 然後藥是從中間的小洞釋放出來 所以治療什麼病 高血壓 高血壓蠻常用的藥 所以拍 那個外殼會排出來 排出來 對 你排出來看到 現在他拿那個溶解之後 排出來 排出來會看到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直接吃那個藥粉就好了 因為它緩飾 緩飾 緩慢的釋放穩定的一個療效 讓你的血壓都很穩定 它如果過去一下溶解了 那個藥效全部爆出來 它現在那個殼不掉 但那個很穩定的慢慢流 這是很好的一個辦法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